新美石門沙灘上被人發現兩隻海豚依偎在一起 讓人看了好心疼 海旋員第一時間獲報赶赴現場救援 並替他們披上毛巾撒水幫忙保濕 上週五12月16日一早6點多 有民眾發現四隻海豚擱淺在新北市 老梅綠石潮沙灘 每隻海豚相距超過500公尺 新北東保處緊急派出了兩輛車 並通知了金融市政府 將四隻海豚送往金融八斗址安置中心照顧 初步檢視三隻是成年的個體 一隻是幼體 其中一對還是母子 但在救援的過程中 幼體海豚不幸死亡 目前獸醫師這邊評估四隻的動物狀況是 活動火力還算很好 希望在天氣轉換之前能夠把它先野放出去 當然他先到八斗址安置中心這邊先做血液的抽血 然後去觀察他後續動物的一些生理的狀況 然後抽完血順利 抽完血之後才安排這個野放的程序 那現在目前兩艘船都已經預備 然後隨時等狀況好的情況之下 然後把它野放 那今天早上 因為也有考慮到天氣跟人員的安全 所以早上也有經過跟船長之間 來做一些模擬跟討論 能夠讓這個野放的程序能夠安全 又順利的將動物送回大海 蘇池明志工到場協助照料 量測生命狀況 判斷海面風浪間歇之後 立刻決定野放 海豚在海豚裡面是蠻常見的 那它最重要的是 它這一次是三個層體 一個是亞層體 那其中那個亞層體 它現在比較窘迫一點點 就是會緊張 那目前狀況都良好 那因為超市海豚 它本身比較不適合使用那個麻醉藥劑 所以我們盡可能再讓它最不麻醉的狀況下 用情緒安撫來做野放 志工們小心翼翼 將海豚分別移植到娛樂旅船上 頂著巨浪花了40分鐘 開往石門海域 順利讓它們回到大海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涼智葉 請認識 昨天的好了 午後